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今天来不认为你戏酒了 找我有什么事就快说 是这样子的 牧师 你也知道我爸之前欠了一配股债 就吓了我和我妈自己跑 如果不是真的没有办法 我也不想来打扰你的 这样如此 那就别来找我啊 不是的 牧师 我妈前一阵子突然间倒了 医生想 她是因为过劳导致很多疾病缠身 又是他一讲 他的病拖了太久了 不能再拖了 必须赶快治疗 如果你找我是为了接险的话 你还是省下这个时间去找乡 放手 木齿 拜托了 我真的找不到人可以帮我了 小韬 焦砂 烤 自然 青子 冷 冷 水 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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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是沒有人願意借錢給我啊 我要勸你找這麼多錢 來給我媽治病 這該死的命 不管我的命 跟孟茲一樣 那該多好 從小就不用為錢煩惱 我和我媽 也不用過得這麼辛苦了 那麼你渴望擺脫你現在的命運嗎 誰 別到處看了 我就在你腳旁 那你在講話 沒錯哟 你不想要擺脫你現在的窮人命嗎 我能夠幫你改變你的命運 讓你變成有錢人的命運 改變 改變命運 沒錯哟 只要你給我一部分你的生命力為代價 我就能夠讓你改變命運 變成有錢人 看來 看來 我們是真的喝醉 就是我想錢 想到瘋了 每一個小小的東西 都跟我講話 還跟我講 可以改變我的命運 命運 從小就已經決定好 從小就已經決定好 是不可能改變的 那些相信自己命運是可以改寫的人 全然是不顧家中的欺惡 全然是不顧家中的欺惡 把所有的身家 都拿去賭 還相信可以從中 一本萬利的人 根本就是狗屁 改變命運 改變命運這種事情 在夢裡想想就好了 在現實中 根本不切實際 現實生活中的壓力 都壓得我喘不過氣了 怎麼可能 還有精力去幻想 能夠改變命運 那你就當作現在是在夢裡好了 難道你就不渴望 重新以後 都無需為金錢苦惱了嗎 在夢裡的話 當然渴望啊 我幾乎每個夜晚 都會夢見 我變有錢 那你得說出來呀 說你想要改變命運 不惜代價 我要改變命運 不惜代價 不惜代價 我收到你的願望了 不用擔心 我會幫你實現的 嗯 我不會給你出力 我會希望你打完 我會預防 我會不會 出力 我會 Rogo 我會不給你 你快点起床 为你爸的电话 先挂了 我挂了 哪里可能 这是谁的手机哦 我的手机咧 这位是哪里 这位不是在我方天的 在这位豪华的房间睡醒的感觉如何 看来你是属于酒后失忆的类型 昨晚我们不是才见面吗 昨晚 只要你给我一部分你的生命令为代价 我就能够让你改命令 变成有钱人 难不成真的让我改变命运了吗 那当然啦 不然你怎么会睡在这么宽阔舒服的房间里 那为什么我手脚都无力的 昨晚不是都说了吗 让你改变命运的前提是 以你的生命力作为交换 这样我以后手脚都会这样吗 倒不至于 只是因为昨晚是一口气抽走你的生命力 才会这样的 多一下缓一缓就没事啦 那我妈现在在哪里呢 当然是还在你之前的家里啊 毕竟现在改变命运的人只是你 并不是你的母亲 既然你这么厉害 这样你能不能够将我妈的病治好啊 不可能 生老病死乃是人之常情 就算是我也有我不能违反的法则 这样啊 哎哟 年轻人 别那么失望嘛 你这不是变成有钱人了吗 有很多事情不都是能有金钱来解决的吗 对 喂 我现在有钱了 就不用担心我妈的医药费咯 她也辛苦了大半辈子 可以享清福了 我现在就带她过来这边住 哎 老师 你怎么会突然来我家啊 你家 你家 来 去哪里再说吧 来 你先走吧 我去倒杯水给你 到底什么情况 因为你们两人已经交换身份了呀 她现在就是以前的你 而你就是未来的她 交换身份 我不是已经改变命运了吗 为什么变成跟她交换身份的 想要改变命运 也得有个能够让你交换命运的对象 才能进行改命啊 你不也一直以来都很羡慕林木慈的吗 现在让你变成了林木慈本人 不好吗 那 难道她没有发现我们已经交换身份了吗 嘿嘿 不知道哟 现在的她 只以为她有史之中 都是疏与忘 那其他人不会发现我们两个已经交换身份了吗 交换身份的事情只有你和我知道而已 在他人眼里也不会半别出 你们两人交换了身份 也只有你 命运改变者 才看出交换过身份的人的原本面貌 那 那个 不知道你喜欢喝咖啡 那我家这里说 哦 没关系 那 那个 木慈 你怎么会拖人过来我家 呃 哦 我是想要来看 我的 呃不是 我是想要来看伯母的情况 哦 我妈她现在还在房间里进阳 那我现在方便跟伯母见面吗 见面 那我去问看看我妈 你先在这里等下我吧 那现在交换身份过后 是不是连我妈也不认得我是她儿子了 你的命运已经是林母子的命了 你和你的母亲的母子缘也就此断了 书与旺的命运已经和你无关啦 可是 我还没有好好孝顺我妈 让她想轻浮呢 哎呀 这都是书与旺的责任 而不是你的 那个 木慈啊 我妈说她现在不是很轻浮 不适合和外人见面 外人吗 那个 木慈啊 关于我昨晚说的那个医药费 不知道你可不可以再考虑考虑 我会尽快还给你的 哦 医药费啊 我 之后会转账给你的啦 不用担心了 真的吗 真的是太谢谢你了 我会尽快还给你的 没关系 我有事我要先走了 哦 我送你到门口吧 没事 你先照顾伯母吧 不用送我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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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听说了吗 前阵子 听我妈妈说 雨花的妈妈病倒了 好像是 好像是 哦 好像是超柔过度才会变成这样 嗯 嗯 有些人讲过啊 雨花的妈妈真的很可怜 老公欠下一屁股的赌债 独自跑路 她却要替老公还赌债 儿子又要上学 前几个星期 前几个星期 雨花有找过我 说有事情想和我见面 幸好当时我和你爸爸办事 没空和她见面 她肯定是为了她妈妈的医药费 才会找我 诶 木齿 要不你把雨花的妈妈还药费 现在说 你们之前有很多的不愉快 都已经过去那么多年了 你就当作可怜可怜她 四舍点 可怜啊 四舍 你滚 蛤 什么 我叫你滚 好 我要改变我的成分 我要化回我的命运 怎么了 现在的生活 不就是你梦寐以求的生活吗 你现在不再需要为金钱苦恼 你竟然还想回到那穷苦的身份去 我已经想清楚了 现在拥有的这些都不属于我的 改变命运过后 虽然没有再为钱搬 可是 我一点都感觉不到快乐 我感觉我融入不到这个世界 以前 虽然每一天过得很辛苦 可是 跟我妈妈一起过个日子的时候 才叫幸福 才叫快乐 况且 我也发现我的身体 每况愈下的 这也是 你一直待在我身边的原因吧 没想到 你也不是完全傻呀 我还以为 你到死 都不会发现呢 不是一开始就说好 只要抽取一部分的生命力 就可以改变我的命运了吗 为什么还要不断地抽取我的生命力 确实想要改变命运 只需要你付出一部分的生命力 不过 总得付出维修费 我才能维持让你保持着原本不属于你的命运吧 只要再保持这样多一阵子 这个不属于你的命运 就会完完全全地属于你了 至少死前都能够尽情享受人生 这不好吗 再说了 你就算换回你的命运 你已付出的生命力 是不可能返回给你的 而且 让你换回去 我还得再抽取一次你一部分的生命力 即使你的时日也不多了 你希望你死前还要不断地为钱苦恼吗 反正 我都已经有钱让我妈接受最好的治疗了 我想要在我最后的时刻 好好地以儿子的身份 陪伴在她的身旁 那好吧 既然你那么想成为孝子 我就帮你一把吧 来 再次说出你的愿望吧 躲在家里面 你把照片继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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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 妈 伯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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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伯母